MING PAO TORONTO 嗨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开箱 两款超级大的玩具 应该看得到我吧 都快被埋没了 这两款是野兽国最新的巨大糖胶唇钱筒 这次很幸福 可以一次开箱两个 一支是史蒂奇 一支是Minius的Bob 我先来看它的外箱 就是直接很明显的印上史蒂奇里面的样子 然后背面就直接是史蒂奇背面的样子 然后这边还可以告诉你说 因为耳朵可以转动 打开之后直接看到我们超级大的史蒂奇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后面的背景 多了圣诞节的气氛 我们上次要去Costco买圣诞节灯 现在装上去整个玩具墙 然后背景 哇有没有非常的精彩 刚好最近圣诞节快到了 让玩具也过一下圣诞节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这种糖胶啊 大型的配上圣诞节 我觉得非常的搭欸 然后感觉更丰富喔 圣诞节啊 大家看我身上这件衣服 这件大学厅 真的是超级舒服的 这也是我最近在野兽官网看到的 我觉得超级舒服 而且它的颜色也很漂亮 是灰白色系的 大家不要看前面这样束束的 其实后面才是最精彩的喔 它的图案在背面 然后是那个糖胶鸭系列的 飞天的那个坏蛋 然后整个颜色啊 我觉得超级鲜艳的 然后很好看 蛮丑的吧 对不对 嗯不错不错 你这样转过去讲话 蛮好笑啊 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我们现在也有预购社团囉 对啊我们平常开箱的这种类型啊 比如说公仔玩具 模型人物 都有放在我们的社团里面贩售 包括一些还没到的预购上面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预购自己喜欢的玩具 我们的连结放在留言处喔 赶快加入 下面下面 那回归正题 我们今天的主角 史迪奇 你们看他的耳朵超级高 超级大 从这边量到他的屁股 大概是44公分 很特别是他的耳朵 居然还可以动喔 耳朵吹下来的 是不是超级可爱的 就完全变了不同样的表情 你们看你这样抱着 是不是很像我去电影里面 把它带出来的那种感觉 真的感觉很生动耶 他的头也可以左右稍微移动 他的颜色真的做得非常非常饱和 然后很鲜艳 身体也是做我非常喜欢的那种霧面的感觉 我觉得蛮有质感的耶 不过仔细看 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异色的样子 然后跟一些涂装上面的 一些刮痕啊小细节 我觉得如果少了这些应该会更好喔 那大家喜欢他耳朵是垂下来的呢 还是正常的样子 我个人觉得他垂下来蛮特别的 因为好像很少看到垂下来的造型 然后尤其是他现在又坐着 感觉有点无辜那种可怜的感觉 很想要把它抱紧紧的那种 而且啊他的耳朵啊 你还可以让他一个往上一个往下 哇这个真的是超级有自己 你想要怎么样就有怎么样的那种耳朵 然后啊他唇简筒的地方是在他的头上面 可以把钱啊从这边投进去 然后啊从屁股下面 有一个圆圈圈这边可以打开 可以把钱拿出来 然后啊他的背啊都是做立体的 这种纹路都是做立体的 还有前面的这个脚掌啊 这边也都是做立体的 他立体的感觉做得蛮好的 再来啊第二款小小兵 箱子上面啊也印上报文里面的造型 打开直接可以看到我们的包哦 巴拿拿巴拿拿 这一款真的是超级可爱的 而且哇蛮重的哦 然后他真的蛮还原 电影里面的那个圆滚滚的蘿蔔 然后整个头啊哇很光滑 感觉皮肤很好 嘴巴啊是做立体的 而且是有深度的哦 是可以伸进去的那种 然后牙齿啊也都是做立体的感觉 我觉得很棒耶 再来我们看到Bob的眼睛啊 真的有把他的两只眼珠 不同颜色都有做出来 而且非常的亮耶 那他这眼珠啊 仔细看是用印刷印上去的 所以颜色啊会比较鲜艳 我觉得蛮写实的 而且更还原电影里面的眼睛 然后他的护目镜啊 哇也是做非常立体 然后很大一个 不过我这边好像是战属版的感觉 因为旁边有一条刮痕 不过我也觉得蛮特别的啊 就是可能他刚去偷东西回来之类的 他的吊带裤啊也是做非常多立体的 包含他的钮扣啊 然后还有那个吊带裤上面的缝线 都有做一个洞一个洞 然后还有那个他前面的口袋 都有做立体的感觉 增加他的整个丰富性 然后再来看到他这个手啊 就是他这次的主题 就是hello这样 然后他居然可以动了 我刚才发现 他这个手掌 黑色的手掌这边 另外一只手也可以 唇肩筒的部分是在后面 这边可以把钱投进去 如果你要把钱拿出来 直接把他的头部打开 有点可怕 那这样拿钱的话很好拿 就这样捞一捞就好了 上面这盖子打开啊 里面就是整个全部都是黄色的 每次看到大型的玩具啊 哇我真的都抵抗不住 上次啊也有开箱 两个大型的存钱筒 是包包容跟火腿珠 这次又新来了两个好朋友 哇超可爱的 要把他们摆在一起 然后配上这个圣诞灯 哇整个是超级有圣诞节的气氛 那不知道大家喜欢小小兵呢 还是斯蒂希 如果你是他们的粉丝 我非常推荐你们 一定要收藏一支 放在家里的一个角落啊 或者是任何一个地方 我觉得都蛮添加那种欢乐的感觉 那今天开箱都在这边啦 掰掰 喜欢今天的影片吗 谢谢大家的收看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按赞并分享 我们下次见 掰掰 拜拜 拜拜